Hello 我是Zoe 今天是我的2023年6月10號 今天打扮了一下 因為今天是同志節 所以等一下我要出去 然後我先生今天會表演 所以要去看他的樂團表演 那在這一系列的影片裡面 我會用日記口述的方式 來分享我自己一百天的成福實驗 所以總共會錄一百天 那今天是 24天 剛才斷片了 好 那其實在昨天的影片裡面 我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覺得昨天的分享很精彩 雖然 我是覺得說每一次我這種 錄的影片都 蠻碎片化的很雜 可能二三十分鐘其實很長 沒有辦法一下子抓到重點 但我就是希望可以用最少成本 最少精力的方式去呈現一個最真實的狀態 而且你應該也可以看到 我是會一邊講 然後一邊有新的領悟 這些都不是說 我有計劃好或寫好稿子的 但我發現就是利用這種 嗯 很即興的方式 它好像是我療癒自己的方式之一 就像是你在跟諮商師 諮詢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太會知道 諮商師會問到你什麼問題 但是你的那個思緒就這樣子 跟著那個flow走 然後好像你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跟新的突破 所以我覺得這一系列的影片 有點就像是這樣子的呈現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呀 也歡迎你再跟我說 那昨天呢 其實我還是非常非常的沉浸在 我前天的那個 breakthrough跟大突破裡面 覺得首先對自己更加的了解 然後再來是我 我一直說看見 但我覺得我現在臨時想不到 什麼其他更好的形容詞 我覺得就是看見 我看見我自己的盲點了 可以這麼說 所以老實說 昨天並沒有太多的事情發生 我一早呢 跟我的一位朋友Josie聊天 這個等一下會講到 然後再來呢 我就去咖啡廳工作了一整天 然後後來我大概工作到五點吧 回家的路上 遇到一個朋友 跟朋友聊了天之後 我騎腳踏車回家 騎腳踏車去 騎腳踏車回來 然後覺得很棒 有運動到 這個禮拜都沒有運動啊 然後回到家之後呢 隨便弄了個晚餐吃 一路工作到晚上十一點 昨天的工作行程 超忙碌的 一整天都是耗在電腦前工作 所以這個是現實層面發生的事情 但昨天的心中呢 是超火藥的 有超級無敵多的想法 包含從早上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就有講到 我先是滑手機的時候看到 紀柏倫的那個 quote 然後發覺說 自己其實在某一些面向很順利 因為不是為了去尋找愛情 就是很單純的去愛 那在事業上的這些挫折 其實也是不是為了成功 不是為了說我要再有下一封的高潮 或者是再次被看見被世人給認證 然後有什麼偉大的作品 不是這樣子 而是就是簡單的去做 然後我就是一直沉浸在這個思緒裡面 但 昨天 噢 oh sorry 鼻子好癢 好 但是昨天呢 我 等一下好像還在打 OK 但是昨天呢我就是早上九點多的時候 跟我的一位朋友Josie有 要講電話 那我必須要先說一下這個人的來歷 我曾經訪問過Josie 我也會把我訪問她的這一集的檔案呢 放在這一集的資訊欄裡面 她的那集也是很精彩 她那集的主題是在講Montrepreneur 所以她是一個創業家 她是一個品牌顧問 然後她又出繪本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也是一個高材生 沒記錯的話也是就是 哈逢那邊的 啊聽到這樣子應該就會知道 那就也是Nancy介紹來的 所以Nancy那邊呢都是那種高知識分子 事業非常有成 曾經在麥肯茨 在什麼前五百大企業工作的那一群人 就一直會覺得說離我好遙遠 可是竟然有這樣子的一個opportunity 去認識他們 所以是兩三年前的事情了 大概兩年前我訪問Josie 也是因為Nancy說 欸我覺得這個女生很特別喔 她是三個孩子的媽媽 但是她事業做得很成功 然後她很很厲害 你應該會想要訪問她 我因為這樣子而認識她之後 其實變成了臉書的朋友 也沒有特別的在聯繫 但最近呢我就是遇到這種事業上的事情呢 所以我就是蠻想要找Josie聊聊的 包含我也覺得我自己蠻缺mentor 然後我想要找一些前輩學習 因此我知道她是一個她在做business consulting 然後她不像我這種business coach 是接就是素人的然後做personal branding的 她都是做很大型企業的那種scale 所以我昨天找她聊的一個出發點是 我一樣也想要了解一下她 如果是她的話她的day to day 在忙些什麼事情 就是這是一個我想要走的方向嗎 這是我的一個職業的前景嗎 我如果繼續做這一行 我可以有哪些發展 所以我就跟她約了電話 然後在講電話的時候 我覺得Josie這個人真的是閃閃發亮 她很聰明 你有沒有跟一些人講過話 你就會覺得這些人讓你很 就是你很 你很欣佩 然後你會覺得 哇這些人真的是太棒了 甚至有點崇拜的心情 然後我昨天看Josie就是這樣的心情 覺得她好厲害 她在做的好多事情我都好想做 然後她其實講很多她自己的career path 跟她在工作的時候的整個過程 給我聽巨細靡靡的 所以我真的超級無敵感謝 我生命中有這種機會 很多個人 所以我就在聽她講的時候 就發現她說 其實我是很喜歡build從0到1的團隊 所以她的一個角色有點像是 她會進入組織裡面 然後去幫他們build foundation 所以可能會有一個新創的產品 還是一個服務要launch要幹嘛 要找人啊 或者是要開創產品啊 要設計網頁啊 或者是說 組織內部的一些東西 strategy branding要設計 又或者是有一些innovation 東西要創新 這些就是她在做的 然後她就很明確的跟我講說 她試過這個 試過那個 她發現這個東西 她自己不喜歡 她發現呢 自己最擅長跟最優勢的是這邊 所以我在聽她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這個心情 就是覺得說 你現在對自己好瞭解 你找到了一個你的優勢 然後你就是站在這個對的position 去shine 你閃閃乏亮 我也好希望我可以這樣子 所以在聽她講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人首先 他一定有非常足夠的經驗 他夠聰明 他夠有智慧 所以他真的是找到了自己的那一個 那個core 然後發揚光大 同樣的 他就一定也是活在自己的element裡面 而不是逆遊而上的那種感覺 是順流的 所以在聽她講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反思 我一直在想說 那我呢 我還 我足夠知道自己的 嗯 優勢在哪嗎 我覺得我對自己有足夠的了解 可是我覺得這個了解是 思想上的了解 它還沒有是那種更加practical 就是我真的在這樣的商場跟業界裡面有實戰經驗 因此我有很多很多的feedback去確認這件事情 有的時候真的做了可能也會跟想像中不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哦 我是好像有找到一個role model 至少是未來想要成為的樣子 我就一樣 我也好奇的問她說 Jusy 你有沒有缺interns 我可不可以當你們的實習生 然後她就跟我說 哦不用不用就是不用這麼前十 如果我們有需要的話 絕對會hire你 然後不是說那種免費的實習生 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 她就跟我說有一個專案 不過我們不能透露太多 反正就是有一個專案她可能會需要coach一些大學生 或者是那種扶植計畫 她覺得我可能會升任 這件事情不是說很確定 可是她就是有想到說 欸或許這個我們未來的 我們未來的path可以match在一起 我們就覺得說OK很棒 然後保持聯繫 所以做完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有一個感覺是 嗯 至少我有把我的名字丟出去 然後至少 在她的腦中裡面 她可能會記得我這個人 所以 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可能就也算是有為自己 爭取到一個機會 我有遞出我自己的名片嘛 然後基本上 昨天就是這樣子 一整天的工作 可是呢 我其實是不斷的在想這件事情 昨天跟Josie聊完之後呢 錄完昨天的影片 然後 一直在想那個 早上看到的紀伯倫的話啊 還有這一切 我是去回顧我自己的人生 就是包含昨天有講到的 是不是無條件的愛自己 還是是有條件的愛著自己 現在愛自己是因為 自己的長相還不錯嗎 自己的身材還可以嗎 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事業 自己各式各樣的外在條件嗎 還是是無論怎樣 你都愛著你自己 你都知道自己是像月球一樣 有陰情緣缺 但是無論如何都是完整的 腦中一直想著這些事情 但實際上面身體一直工作 但我昨天呢 就開始去做一個練習 我就是去思考說 我人生中順利的面向有哪些 那昨天第一個講到的是情感 愛情嘛 沒有特別去尋找愛情 也不覺得需要另外一個人 來完整我自己 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開始去想 我還有哪一些 真的是很順利的 我覺得第一個是人際 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蠻有人緣的人 人緣蠻好的 然後小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只是覺得說 就人緣很好 可是我記得一件事情 雖然現在講起來 有點像是在吹牛還是幹嘛的 可是這個重要的東西呢 是奠定了現在的我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跟可能是真的有為我建立自信 還有我的一個性格 就是我大概在小二還是小三的時候的 某一天 我媽跟我說 小學三年級喔 跟我說老師打電話給她 老師打電話給她說 在多位同學的小日記 就是以前不是要寫聯絡簿嗎 聯絡簿不是都叫小朋友 小學三年級那種要寫小日記嗎 她說她在多位同學的小日記裡面 看到他們談論我 就是說 喔 Zoe 我今天跟Zoe做什麼做什麼 我今天跟Zoe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 多位同學大部分是好的 就說 我們今天玩了什麼遊戲啊 還是在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有幾位同學 講到有點像是壞話的東西 是說 今天原本中午要跟Zoe一起坐同桌子吃午餐 結果 Zoe跑去其他桌 然後 也有另外一個同學說 我以為我跟Zoe是最好的 但她 下午排隊跟誰排在一起 就這種事情是老師打電話給我媽的原因 然後說 不知道我知不知道 然後不知道這件事情有沒有影響到我 就是老師打電話來關心 然後怕就是小朋友你知道嗎 可能會這之間有一些爭執啊 然後影響傷心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媽回家就跟我講 我媽就說 欸你太受歡迎了 你看老師打電話給我 學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說 沒有我完全不知 我真的不知道同學 那個誰 那個A同學 那個B同學這樣子想我 我真的是完全不知 然後好像隔天回學校 我忘記怎麼樣 我忘記有沒有跟他們說 欸就是沒有啦 我們都是好朋友 你不要覺得說 我是特別跟誰好 你知道有沒有那種 就是我特別跟誰好 我跟誰是一群的 我就說沒有 但這件事情就過了 可是我印象很深刻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件 然後在國中的時候 高中的時候也是 我就覺得我並不是一個說 不一定會是最受歡迎 不一定會是班上最受歡迎的 可是絕對是前幾位的那種感覺 從來都沒有想過這是為什麼 然後我自己也根本就沒有那種被霸凌 或者是被孤立的經驗 現在回想起來會覺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幸運 就是真的是在這個部分 我完全沒有思考過說 這是我的一個 無論是天生的優勢還是就是上帝 就是宇宙給我的一個Blessing 我真的太太太太感恩了 然後昨天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又回頭去回想 我就在想說 是我的這個人格特質嗎 我討喜嗎 是不是我很討喜 還是是有什麼樣的原因 讓我挺人緣挺好的 然後我想到幾件事情 可是這些事情對我來說是非常自然的 那可能也是我做對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很主動 我很積極 就是我現在跟幾位朋友聊天 像是我前陣子30歲嘛 然後我30歲的時候呢 我自己辦了一個大活動 我租下一個民宿 我請朋友免費來包動到這個民宿 參加我的生日派對的私暑晚宴 私廚晚宴 所以我覺得我對於如果是真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對朋友是大手筆 大方的 然後呢 我會設計一些活動 我會 我是用心的 我會設計一些活動 我寫卡片給每一個人 在我生日的時候 然後我還設計了一些活動的橋段 是 我做了一個籤筒 這麼的忙碌 但是我回台灣之後 我還做了一個籤筒 然後讓我朋友抽籤 然後裡面就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例如說 Zoe做過 讓你最感動的事情是什麼 或者是 現在在你人生中裡面 你最苦惱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就是想了一個橋段是 OK 我們在吃完晚飯之後呢 會喝酒 然後我們在喝酒 泡湯的時候 就是那裡有那個溫泉 泡湯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玩這個抽籤 然後我們可以有一個真心化的橋段 所以我對朋友是很用心的 我們就真的玩了這個橋段之後呢 就有一個朋友 跟我很要好 高中的同學 他就抽到一個東西是說 我曾經做過讓他最感動最感動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其實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如果現在有一件的話 他覺得就是保持聯繫 因為他其實真的看過太多 大學之後啊 而且出了社會之後 其實就是十幾年了 然後就失聯 他說我是基本上唯一一個 就而且還住那麼遠 因為住那麼遠 基本上也是會失聯 他說我是那個唯一一個 我會記得他的生日 跟他說生日快樂 會主動打電話給他 每一次回台灣一定會約 而且如果約的話也都會 餐廳要去哪想好 先訂好位置 想活動 如果要一起出去玩 規劃行程 訂民宿 訂活動 帶遊戲 的那個人 是他他就說他覺得蠻不可思議的 然後保持聯繫的這件事情 讓他非常的感動 我就突然之間想說 對耶我真的做很多事情 我都沒有意識到 他是如此的自然 就像是 我不是說我寫卡片嗎 我在我的生日做了一個活動的橋段呢 是我寫了一張卡片給 因為我們都年紀差不多 所以呢我就是寫了一個 35歲才能開的卡片 給在現場的每一個人 然後呢我在現場之後念出了 我30歲才可以打開的信件 然後這個信呢 是我在快要10年前 好像是我20歲 22歲的時候寫給我自己的 而且我那時候呢 就有寫給同樣的一群人 所以他們如果今年都陸陸續續 各自30 他們就可以陸陸續續打開 他們30歲才打開的那個 我寫給他們的信 就是 我覺得我有一些自己這樣子的 小浪漫 然後我又想到 過去的我 是會準備 聖誕節禮物 然後我就記得有一年的聖誕節禮物呢 我做了一個 有點像是小書 一本小書 給每一位朋友 然後那個小書裡面呢 有各式各樣奇怪的問題 很奇怪 就例如呢 我可能會寫說 看到你的話 我的對你 如果我不認識你 我看到你的那個第一眼 我覺得你的英文名字叫什麼 如果你是一個蔬菜的話 我覺得你是什麼蔬菜 如果你是一個動物的話 我覺得你是什麼動物 然後如果呢 你未來會怎樣 我覺得是怎樣 你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各式各樣 就是一些很奇怪的 一個小書 然後會寫下為什麼 然後我記得有一年的禮物 我好像是做了一樣一個 有點像是籤筒的東西 然後那個籤筒裡面呢 我把它取做 每個月的新提案 然後那裡面就有一些小事情 例如說 大掃除 去一間沒有去過的餐廳自己吃飯 看完一本在書架上面 一直沒有看的書 就是這種小事情 然後我做了一個 有點像是筒子的東西給我朋友 然後我說放在書桌上面 就每一個月早一天就可以抽 然後就是那個月完成 所以我會有這種小小的 奇怪的東西 是我就會覺得很好玩喔 我們一起玩 然後我也不會覺得好麻煩 好懶惰 我 因此跟我當朋友應該 會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我是一個蠻 有趣的人 我覺得我也蠻享受生活的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人緣還不錯 可是同樣的 又再一次去想到那個 紀伯倫說的話 我的確也不是因為我正在尋找友誼 我需要友誼來完整我 而是我覺得我就是care 我們就是相處的來啊 那我今天做什麼事情 我會想到你 我會做一點點 什麼樣的小東西 打電話給你問候 有的時候呢 我心裡會出現一個想法是 為什麼我都是那個主動聯絡的人啊 就是為什麼行程都是我在定 就是一群朋友出去玩 好像我都是那個啊 好啦好啦 餐廳我來定的那種人 有的時候會這樣子 沒有錯 可是基本上大部分時間 你好像都還是會覺得做這件事情很自然 其實也不會花你太多的心力 那就去做吧 所以我也是在友誼啊 緣分的這件事情上面看到 我的自然出發 這個我覺得出發點 出發點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關鍵 然後我就再繼續想說 人生中還有什麼 其實算是真的很 很幸運的面向 那現在我需要多想嘛 我需要多想那些 讓我可以自我價值感提高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困惑在我的事業不順利的這個 這個point上 所以呢我就想到 嗯 工作 我覺得我的工作的這件事情 我先不說 但是我還蠻有長官運的 我還蠻有長輩員 不一定 長輩好長輩不一定 長輩算是都蠻喜歡我的 我覺得我蠻有長官運的 我基本上沒有什麼跟我主管 特別對立 或者是彼此互相討厭 或變成眼中釘 這種我完全沒有 甚至我還會跟主管 或是老闆保持聯繫 像是我 我之前曾經在一間 健身房工作過 那我有一個大主管 可是大主管就是高高在上的那種人 其實平常也會覺得 你知道就是還要跟他抱業績 工作表現不好 我在這邊工作表現真的沒有很好 但是呢就是 我會我覺得我真誠吧 我這個人蠻真誠的就是 儘管已經離職非常久了 然後看到有他的生日 不熟 我們也不熟 還是會去就是私訊他說生日快樂 跟 會保持聯繫 我覺得保持聯繫是我的一個習慣 像是那個時候 可能也是五六年前 已經離開那間公司了 那間健身房 然後那個主管知道我那時候在紐約 他也有聯繫我 所以我們也有一起出去吃飯 就也像是那種時候就會覺得 我們不是就你不再是那個 出現在我面前開會的時候 一切東西都需要向你報告的那些大主管 我們是可以一起出來吃頓飯的 然後再來 像我之前也有在一個台灣的新創公司一起 就是工作過 那我也有老闆啊 所以你知道老闆跟我這個員工的身份 你也通常是會畢恭畢敬 可是事過境遷 離開了好幾年 我上次回台灣的時候 我也有聯繫他 我們是先在路上巧遇到 在一個地方巧遇到 在一個店 然後他就說要不要一起吃飯 所以我們就我也是真的 就是赴約一起吃飯 我就覺得說其實我的這種 跟主管跟老闆的緣分都還不錯 然後這也讓我想到 早上跟Josie討論的事情是 我覺得我還蠻會為我自己爭取的 就是如果有機會 可能我也是真誠的 我如果自己沒有到那個位置 我不會誇大海口去說 喔這個絕對可以那個包在我身上 我覺得我不是那樣的人 我是我到哪 我就會說我到哪 我的能力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 我覺得我的信心跟我的野心 可以 可以outstand 我能力不足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我去應徵 或我去表現 我去爭取一些機會的時候 好像人家看到的 會覺得說喔那儘管他沒有到太 就是專業程度跟經驗值上面 可是他這個人很有心跟他這個人很真誠 然後我覺得似乎是這一點 是我如果看到有機會 我會爭取 我會說 誰誰誰老闆主管 我能不能夠 嗯 就是一起吃頓飯 然後或我請你喝一杯咖啡 就是我會做這件事情 雖然講起來很奇怪 可是我真的會做 現在就覺得似乎是自己的這些 小優勢 就是 勇氣 好像真的有在幫助自己 在這個路上不斷的 有一些 加持 然後在那個當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好像我也不是特別說 為了得到什麼而去做 就是一個就是想做的心情 所以昨天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蠻有啟發性 蠻有咀嚼性的 那就大概這樣子囉 所以這就是我的昨天 昨天生活上面沒有發生太多事情 可是心情上面有很多的思考 分享給你啦 以上 那假設呢你喜歡這一系列的影片 也希望呢你可以分享給你身邊的人 或者是很重要的人 然後也別忘了按讚支持跟訂閱這個節目 我們就明天見啦 拜拜